批判之深啊 不久以二 真的是出目惊心 就算国民党立委 针对第三接收站 还评过关 批评民进党法夹湾 院长赖清德 还是耐着性子解释 中国石油公司所规划的 那个方向跟内涵 已经大大不同 特尊蔡英文总统 要保护藻礁这样的方向 我从来没有答应 大潭列为藻礁保护区 十分之一的海岸地形 让国家能源可以转型 8号这场关谈案 还评以7比2过关 就算环团打算拼到行政诉讼 但焦点随即转到生澳电厂 因为赖清德一句 关堂换生澳 记忆还没被模糊掉 有办法去满足 电力的稳定供应的话 这个时候再来讨论 生澳电厂停不停 还是未知数 却先走了一个 环保署副署长詹顺归 但是我们也体谅 他的压力 所以我们后来就 就准以他请辞 是大家误解了 完全没有真心换绝钱 好不好 我就说嘛 不敢 就是要骂他一句 不顾江湖道理 让我非常 很辛苦工作 走了一个詹顺归 李应元压力一间扛 接下来第三接收站 从开始动工到完工 藻礁的生死存活 都将被放大检视 杨广新闻 众和八道 杨广新闻众和八道